昨天我们跟各位分析防疫概念股 我说最强的一档 最值得去买的一档叫做有德一 那你先去看一下有德一 是不是市场上防疫概念股里面最强的 自己去看一下 今天我有去买一些所谓的太阳能的股票 来听一下我怎么分析 谁比较好应该要去买谁 原因在于哪里 我要解释的很清楚 昨天讲的穿红衣服做捷运 再来听看看 我再怎么样的再一次的深层的去分析它 为什么把它称为5G的台积电 答案都在影片中 看完节目麻烦加我的like 麻烦帮我分享 帮我按赞 帮我订阅 开启小铃铛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本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宜文 好这个昨天还在讲说这个行情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昨天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发生了 所谓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新冠肺炎的 新冠病病毒的这个这个范例 这个这个一个机师来台湾 有人就说这个为了他一个人 跌了我们6000多亿的这个股票市值 突然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 有点迅雷不及言了 大家都开始有点出现所谓的恐慌 毕竟今年二三月的那个经验 这个对全世界对台湾来讲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对不对 出门的时间要变少了 也不能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 每天出门都要戴口罩 所以会造成昨天股市的那样子的一个反应的现象 当然台湾是一个潜跌的市场 有这样的讯息做极客的反应也不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很多事情就是出现那一刹那就杀了一些 好像后面就没有什么事了 当然整体来看我们在礼拜一也谈到了说 指数在虽然在高档 虽然有一些股票我还是认同那些所谓的 讲很多所谓的股票不能买的那些人 那些分析师 我还是对就某些股票 我还是做认同的现象 虽然也是出现了一些 很多股票不能买 然后指数都在高档 害怕恐惧那是当然的 可是你整个总体来看 你整个规划来看 像我们礼拜一所讲的 我说资券同针 那这是表示一个所谓的多头的现象 他的幅度 他的比例都是在缓针的状况下 未受失控状况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头的表针 然后在资券同针的同时 均量却下跌 却平均的滑落 那当然在高档出现价不跌 或者是价横向整理 然后均量下跌 这绝对是一个多头的表针 我还跟各位讲说 请问你要是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要怎么判断 你要怎么做 那谢老师就说 谢老师就把方法跟各位讲 有没有那么多的负面列表 比如说爆量 比如说长黑棒 比如说长上引线 或者是我们所最care的 资金热钱退缩退流 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势必没有这么多的负面列表 那当然还是维持看法 所以我说看多的方向 做多的方向还是没有改变 只是你要去避开那一些所谓的高档一些 吉祥要回档修正涨多的那些个股 延续到今天来讲 今天在昨天的下跌过程当中 今天又一跳一个上来 而且今天男人可贵的地方在于哪里 量人不到2200亿 那更符合我们之前所讲的没有任何的负面列表 均量是缓跌的 可是资券是缓征的 那个热度还在 可是均量却下跌 但是各位不是叫你去追股票 你现在的股票你去追它 我不敢说每一档股票都不能赚钱 可能你的利润会被压缩掉 你一定要找到法人在买之前 先把股票的故事找出来 先把那些公司的基本面 清除产业面先了解好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讲的调涨价格缺货的问题 半导体之前就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先把那个故事找出来 然而这些股票的都是在低档 慢慢的横向整理或者是盘整 就筹码来看蠢蠢欲动 你要先把这些股票找出来 利润才会大 我们在这近几个月过程当中 我们讲过很多股票 我跟你讲有些股票到现在都还是热门股 有些股票到现在都还是热门股 对不对 这个大家平均好 均好到现在还是热门股 你要吃饭吃饭加帮 加帮到现在还是热门股 对不对 金居8358那个金居 我们曾经去买它没有买到 对不对 差一点买到那有些人有买到 是不是 到今天还涨停满 到今天还是热门股 铜箔基板 是不是 铜价上涨 铜箔基板怎么样 水涨船高 所有的铜箔基板几乎都在涨 价格的问题 成本的问题 毛利率的问题 三绿三升 股价怎么可能不涨 到今天都还在成为热门话题 鹤利基群稍微弱了一点 可是前一阵的很红 利基 等一下会不会谈到利基 对不对 我们要讲艾甘的弟弟 前一阵的很红 涨了一波下来 现在回档修正了 400块以上卖掉 现在回来到三字头 OK 我要让你很精彩 也是大涨过一段 现在回档修正 又回到17几 又回到17几 可不可以买 你要怎么去判断 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判断 判断东西很重要 有时候多空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你的方法跟工具 我们常在讲 回档修正 就不要一昧的把它视为洪水猛兽 赚大钱的股票 通常都是在回档修正的时候 再去加码它 为什么 你可以确认这里叫做洗牌 你可以确认这里还没有结束 你可以确认这里还没有死 你可以确认洗洗以后又上去 反而是拉回来修正 你要买更多 是不是 重点在于哪里 你有没有办法 有方法跟工具去判断它 对不对 那有一些股票为什么判断 谢老师刚刚讲的 有些股票不能买 他在回档修正的同时 高档就已经开始有人在出掉了 我们不要讲出货那么难听 就有人开始在出就脚底抹油了 或者是特定能持有比例不高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要换 它不一定会随即下跌 它也不一定会怎么样 马上就立即我们讲完它马上就跌 可是至少在此时此刻 你把资金放到这个地方是没有效率的 那是不是就要换 是不是就要转 对不对 我们像这两个礼拜 这上个礼拜都在讲什么 讲雪中宏 还有人去赌明天 我不要赌 我可不可以不赌 我可不可以不要赌 明天威风八面要上来了 雪中宏 有人去赌明天拉金拉上来 有人去赌明天 我说我不要去赌 为什么 各位我从41 42 43开始买 买到49 51 52 53还在买 53没有买到52.5最高一次 59块多 60块多 61.5以上全部都出掉 最高好像62点多吧 还是62我忘记了 是不是 你说你现在叫我还要去买 老师又拉回到59 58 58去买 老师要不要去赌明天 不要赌我不要赌 你要赌你去赌 前面那么段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低下你不去买它 你说你要去涨到来 老师雪中宏明天要上了 明天威风八面要上了 我去赌一下 那你去赌我不要赌 我去选别当股票 是不是 我们这两个礼拜在讲什么 讲富甲天下 到现在还在怎么样 到现在还是有人在喊 到现在还是有人在 还是在跟你聊 MOSBI明年涨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 当下他们没有涨的时候 把那些公司的股价 对称到他所谓的后面的故事 Story 把它涨出来 是不是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一档 5G中的台积电 是谁 等一下 不要忘记 昨天还有讲到什么 昨天最红的股票 就是这个防疫概念股 因为那个消息的关系 那个机师确诊 台湾有个女孩子也确诊 听说他们关系肥浅 我是不想任意猜测 我不知道状况 好不好 那个机师60岁了 对不对 我有点好奇 开玩笑 那就确诊了以后 结果就防疫概念股全部都上了 谢老师又跟各位分析了 对不对 防疫概念股有很多 耳温腔的 有热印 我说热印要不要买 我热印不要买 为什么不要买 我觉得都还不错 热印为什么不要买 因为耳温腔在前一波 很多人都已经买进了 耳温腔买进了 不是把热印买进 耳温腔大家都有 耳温腔大家都有了 各大院所 医疗院所 学校 大家都有了 长时间来讲 也不可能这么快坏掉 我说你在这一波 你疫情就算上来 你要能涨也是稍微有限 为什么你的产品的数量 没有提供出去很多 你在抢的时候 你毛利率会高 你的数量会高 你的营业额会高 可是现在好像不太需要抢 抢额温腔跟额温腔 所以我说你去买热印 对 虽然热印昨天也涨停 我说你 我觉得比较没有长期性的效应 买国光森 国光森其实最大的优点 优点是在所谓的未来流感疫苗 新的他每一年都有流感疫苗 要进来要靠他 你说他能去做所谓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他大概也是会用在所谓的授权部分 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授权还没有拿到 授权生产或者是转介授权的部分 国光森都还没有拿到 我觉得 你说股价能够维持在这边 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 毕竟流感疫苗对他们来讲 是公司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挹注 所以我也不太建议 去做一个追加的动作 再来就是消费性的口罩 口罩有南六 有康纳乡 恒大 对不对 我说以台湾来讲 我们的战备存量已经够 因为一段时间 200多天没有发生所谓的疫情了 所以这段时间已经储存了非常多的口罩 你说如果能够允许国内出口口罩 那可能我会去买他们 但是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听到这样的风声跟消息 你说能够趁这个时机 口罩场马上再大捞一笔 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少 机会比较少 那还有另外一档 还有另外一种所谓的防疫性产品 就是也是属于消耗类的 就是属于有得一 我们不要讲那么明 我们讲有得一 我说有得一就可以去 一样就是防护一 可是在全世界生产 防护一的部分它毕竟是比较少 我们不能说它狗门独气 不能说它独占 它至少是一个所谓的寡占的市场 对不对 好那这一波出来 你说确诊的人数增加 或者是新的病毒增加也好 那势必对医疗人员的负荷会加重 那防护衣它没有办法反复使用 口罩也几乎是不能 几乎是不要反复使用会比较好 有相同的利多题材性 就是它属于消费性的东西 消耗性很快的很大的东西 那它又有一点所谓的寡占市场 所以我会建议你去买什么 我会去买有的一 结果你先可以看到 你回头来看 所有防疫概念股里面最强的是谁 所有防疫概念股里面最强的是谁 就是有的一 还有一间叫毛宝 毛宝做清洁用品的 那也是比较属于消耗性的 对现在的环境卫生 什么消毒水 双氧水 双氧水 对不起 什么次氯酸 我忘记了 抱歉 我小朋友常常在喷 至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注意的作用 可是 这个有得一又比毛宝还要来的强 这就是一段分析 这就是一段分析 你有没有办法 你有没有工具去可以帮你做这样子的判断 同样都是防疫概念股 为什么还会有所选择 昨天大家都很强 昨天涨停板了 为什么还有所选择 选择到第二天你看 立竿见影 这就是有点分析的实力 不是我讲的有得一就涨停板 然后一架到底 不是 这就是分析 是不是你要讲出原因 到底理由出来 它的逻辑转折在于哪里 理论基础又出自于哪里 如果这次疫情没有出来 我干嘛要去买有得一 我不要 我连看都不要看它 我根本就不屑它 是不是 筹码没有出现的改变 没有出现的状况 基本面没有改变 营收没有出现改变 我去买它 一定要有我的用意在 是不是 如果连起因动机都没有 我去买它干嘛 是不是 这就是分析 好了 除了生技概念股 除了我们讲的一些 到现在都还是属于热门股之外 我们要讲我们今天所做的 我们今天 普惠跟小智慧有去买一个所谓的 太阳能概念股 那我要解释一下 太阳能概念股有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两档股票 一档叫元金 一档叫安吉 那我们今天选择安吉 太阳能调款 太阳能股票里面 今天最大的利润就是在于说 我们经济部有限制一个所谓的 用电大户调款 就是说你是用电大户 你一定未来你要在百分之的 多少的比例之内 在你的用电之下 比如说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 你要去采用到环保用电 绿能用电 那绿能就是风力 风力跟太阳能 风力跟太阳能 我先不站坐比较 好不好 他们还是会有个差异性 每一度的这个电背 还是会有差异性在 那我们就拿太阳能 因为我们今天做太阳能 对不对 我们去买了安吉 好 那就援金来看 讲一句很实在的话 最大的这个 几个比较大的重点 我会去选 安吉的原因在于哪里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撇开今年所谓的太阳能大好 包含 Sunpower 包含 Foster Soft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太阳能的公司 跟股票股价也大涨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绿能环保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就跟现在的电动车一样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意识抬头会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说 未来在大家用电的过程当中都会把所谓的绿电 的这个比例会增加 这大家一个观念 大家都喜欢不喜欢 很多人都不喜欢核电 就喜欢它便宜而已 可是各位 你要便宜你就要付出代价 你的付出代价在于哪里 在于你的土地 在于你的污染 所以现在大家都走环保这个 所以你看太阳能很多股票都会 都会怎么样 都会有一点梦出现 都会有一点涨多的出现 好 援金刚刚刚其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我大概讲一下 第一个 援金没有资卷 他筹码相对干净 OK这个我认同 可是有资卷的安吉 他的卷支比高达44% 也就是说 在没有资卷的状况下 筹码干净的状况下 跟有资卷的安吉 卷支比不但是怎么样干净 而且还可以帮安吉加分的状况下 第一个就筹码面的卷支比来看 我选择安吉 我不代表说 元金一定会比安吉强 或者是安吉一定比元金还要来的强 我在这两档选择起义 我把故事讲给各位听 元金有没有优势 有优势 他至少都比安吉还要来低价 低价将近20多块 所以很多散户去选择 会选择元金 不会选择安吉 对我来讲我是反其道而行 我既然要筹码干净 那我宁愿去怎么样去选择高价一点的股票 所以我选择安吉 我没有去选择元金 那撇开今年的赚不赚钱以外 你从去年的报表来看 去年元金赚钱还赔钱 没贪钱 可是在今年的这么多的所谓太阳能力多之下 安吉去年就赚钱 也就是说就公司的本质来讲 体质来讲 就公司的财务结构来讲 安吉本来就会比元金还要来得好 他自己本身就能够赚钱 他不需要靠这一波所谓的什么拜登效应 节能减碳效应 大户用电效应 他在去年他就赚钱的 所以各位多种方面之下 我把我的想法 选安吉的想法讲出来给各位听 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子的两二则期 为什么要去选择安吉的原因在于这里 当然两档股票今天都所涨停 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安吉还要做一个所谓的自建电厂的部分 让股中报投意可以更大更极大化 财务结构又好 然后今年当然两家公司都有做一个所谓的 募资跟集资 或者是增资 或者是所谓的建债的做过 就是八公司在 那不管这个是太阳能厂 大家都很需要钱 很烧钱的 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比较 可是就财务结构来讲 安吉还是会比原金好一点 就筹码结构来讲 安吉还是会比原金好一点 或许明天就照谢老师所讲的 稍微有一点会有点差异性 会有点差异性 那我先跟各位做报告 5G里面的台积电到底是谁 我昨天在9点的时候有PO一则文章给各位看 这个文章大概是这样子 晶圆大工里面的台积电 那就是本身台积电 那不用讲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5G里面的台积电 也就是说 包含基站 包含5G的一些设备 包含射频元件 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大厂叫做利基 4968利基 那我们之前也做过 原因在于哪里 在基础建设里面 在还不要有基地材之内 先架设什么 叫做基础建设 这个基础现在到我们家叫做什么 除了网路线光纤线以外 就是WiFi 我们要从WiFi5到WiFi6有一段路程 为什么要布线 要重新布件 接着那个线都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 明年的WiFi5跟WiFi6应该黄金交叉 第六代的WiFi 应该会跟第五代的WiFi黄金交叉 也就是说到明年为止 WiFi6应该会大于WiFi5 甚至于整体的寄出产能 应该可以看到 明年的DC应该可以看到两倍以上 那利基也讲 我们讲再多我们能做再多 可是我们没有产能 我们之前没有源头没有用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下游的低润厂也在讲 我们没有台积电support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没有中间前面的前端 晶元制造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制作 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些事情 所以我们前面一定要support我们 5G里面的WiFi6 WiFi5立机 它的前端是谁 除了台积电以外前端是谁 叫做又穿着红衣服做捷运 除了台积电以外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什么 穿着红衣服做捷运 那请问你就撇开台积电以外 另外这一家公司穿着红衣服做捷运 它是不是立机的台积电 它是不是所谓5G里面基础建设里面的台积电 是台积电你要买你去买OK没问题 那我去选择穿着红衣服做捷运 这样你应该听得懂了吗 有产能才是王道 你立机再厉害 你要做WiFi6 WiFi5明年要黄金交叉 什么产能两倍持续乐观 明年的出货量会黄金交叉 出货量会占比多少 会多出WiFi5多少 价格又比什么毛绿率会比WiFi5 来的还要高多少那不管吗 你有没有产能 你的产能出自于哪里 第一个叫台积电 第二个 穿着红衣服做捷运 法罗会不会来大买 我觉得会 学妹你今天晚上就看到了 今天晚上我也看得到 为什么我也要算筹码 是不是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把它称为5G里面的台积电 5G里面所有产能开出来的前端 你一定要找谁 一定要找生化家 答案呼之欲出了 大概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昨天大概应该就有人知道了 我买很多次 我绝对不会只有买一次而已 想不想知道这张股票是什么 来各位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来我们进图卡 免费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小老鼠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乐钱 888 好不好 看完影片之后麻烦你加入我的line 麻烦请你帮我分享 帮我订阅帮我按赞 顺便一定要把小叮当打开 为什么 以后有节目你就可以自己跳出来 好吗 我们明天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